一名女子駕駛双B跑车 遭警方拦查 六分局的陈小姐 来帮我吹口气测试一下 吹气就好了 透过车窗拉下 圆景就闻到女子身上 散发着酒味 马上询问驾驶是否有喝酒 女子表示没有 只有喝果汁 不过初步使用酒精侦测器 发现有酒精反应 圆景请这名女驾驶下车 身穿火辣的她 马上开始先打声招呼 那再测试一次测试 你们不是六分局的 对啊对啊测试一下 等一下 啊你们 等一下 其实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因为我都没看过你 B&W双门跑车 发现驾驶 疑似由酒后驾车警示 经警方对其告知 相关规定后失意酒车 开车驾驶酒车局超标 酒驾违规发生在10号 晚间11点多 台中西屯区弘阳桥上 女子疑似还想装手 借此躲过酒侧 圆景禁止自己的请勿 最后发现女子有酒驾试时 酒侧值0.19 远景一规定 开立告发单 而45岁女子所驾驶的车子 为双B双门跑车 行车价一台高达450万元 车辆当场被一致保管